大家好,現在的時間是9月29號下午的3點05分 我是謝章生 那歡迎收聽第23集的行銷talk show 這禮拜被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一般我遇到的同學都有在負責投放網路廣告 例如說投放Google廣告 投放A、B廣告 通常最多人會問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我平常廣告設定每天是500塊 每天設定500塊 然後他覺得效果不錯 可是呢他一把這500塊 變成800塊的時候 那可能成效怎麼樣 成效就 有點下降 可是還是 還是有賺 還是有賺 可是呢 如果金額再加更大 例如說從500變成每天 2000好了 那就會遇到一個 天花板 OK 那他問我說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第1個問題 那第2個問題呢 我們兩個問題一起講完 因為這都是 其實一樣的方向 那第2個問題是常常會有人 把 把投放廣告 當作那個 當作 當作在玩那個 俄羅斯輪盤 當作在玩那個賭場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最多人會 會想問說 我這個廣告如果 表現得不錯 對不對 那我身上 還 我 公司每個月就是給我 10萬塊 預算 那我可不可以 看這個 情況不錯 我就全部怎樣 全部把這10萬塊 就集中火力 在未來的3天 或是一個禮拜 全部把它怎樣 全部把它集中火力 一口氣把它用光 OK 這是一種說哈的概念 這是一種說哈的概念 那我後來 就是後來 教了這幾年 有一個發現 我覺得一般的同學 為什麼會問這種問題 因為其實你如果做 網路廣告的 投放工作 就有點像跟 職業的 職業的投資人員一樣 每天都要看報表 例如說你是職業的 基金經理人啊 股票操盤手啊 每天一定要看報表 那是你的工作 那一樣的你如果是 做網路廣告投放 相關的工作 每天一定也會去看報表 對不對 報表這種東西 其實 就是很 枯燥乏味 它不像追劇 所以追劇你每次都知道說大概就是 公事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那 那個壞人到最後就是 就是會死掉嘛 好人到最後怎麼樣 好人到最後就是會 逆轉 除非有 某幾部他的劇情寫的比較 特別 才會讓一些重要的主角死掉 好 那我們回來看 可是 報表就不是這樣一個東西啊 看久就很無聊嘛 所以一般的人呢 可能會想說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訣竅 那個江湖上 江湖上 或是有一些 那個 神人啊 或是一些 達人啊 是不是 有去看到什麼 秘訣 看到什麼秘訣 那 看到這個 跡象覺得 對了 好那我就把 手上的那個廣告預算 全部把它倒在未來的三天 這跟投資有點像啦 就好像你今天在問說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 方法 去看到 所有東西都 對了 好那我就把怎麼樣 我就把家裡所有的資金 全部都 壓在 一檔股票身上 好那壓在一檔股票上 還 還不夠 還不夠 就家裡所有資金都去壓 還不夠 還怎麼樣 還借錢 還借錢 融資 借錢 全部重壓 全部重壓 千萬不要這樣做 沒有這種事 沒有這種事 有的話都只發生在 電影當中 那 真實生活有沒有可能發生 我相信有 可是發生的那個人應該也是運氣很好 因為他沒有辦法 再複製一次 為什麼呢 不然我們來舉個問題就好了 你覺得那個大樂透 大樂透 頭獎的得主 有沒有辦法再得第二次 應該很難的啦 應該很難的啦 哪怕他自己覺得說 是運氣好 或者是說 他很會算 算牌 不管他再怎麼厲害 很難怎麼樣 很難複製這種成功 很難複製這種成功嘛 因為這種是 很小概率 小機率的事嘛 OK 那我們回來先回答第一個狀況 為什麼廣告費 那個 隨著機能放大 成效會逐漸降低 然後逐漸會遇到一個天花板 OK 因為廣告這種東西講 實在就是 敲鑼打鼓嘛 對不對 敲鑼打鼓去跟大家講說 你有在賣 賣什麼產品 你有在提供什麼服務 或者是我們現在要宣導說怎麼洗手 反正就是要 那個傳播一個概念嘛 傳播一個概念嘛 好 可是 因為現在的電腦演算法 都會幫你去找到怎麼樣 找到最可能感興趣的人 什麼意思呢 舉個例子 例如說 你今天在班上 就問大家說 那個 晚上要不要去打球啊 絕對不會每個人都跟你舉手啊 哪怕你是體 哪怕你是體育系 也不會每個人都說 好好好 我要去 我要去 對不對 那 什麼樣的人會 你約他去打球 然後他就 OK 就喜歡運動的嘛 喜歡運動的嘛 所以 基本上我們現在的 那個 演算法 電腦的演算機制 不管你玩什麼廣告 不管你玩什麼廣告 就以後如果 除了Google跟FV之外 你還去玩別的 對不對 別的 例如說慢慢起來的話 那基本上他的演算法 一定都是去找 那個 最有可能購買的 最有可能購買的 所以你聽到這個你也會 發 那個 發現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的第一波廣告 投網路廣告 第一波廣告 投放出去 然後 那個 點擊狀況也不錯 對不對 大概就是 就是 極限了 大概就是極限了 那 隨著你的廣告機能變大 對不對 那就會讓越來越多人看到嘛 你就把它想像一下 本來你只是在 班上喊說 有沒有人要跟我去打球啊 對不對 那可能班上50個 有20個 所以要去 這比例很高嘛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站在 走廊 走廊 然後走廊可能你 那個 一喊過去 兩個班 三個班 都聽得到 那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怎麼樣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那個 說要去 去的比例 就不會像原先那麼高了 說要去打球的那個 的那個同學 比例就不會那麼高了 所以 隨著你的廣告 要費用增加 你會發現你的成效會往下降 這邊的成效 一般 大部分人覺得就是 訂單 就是訂單 可是實際上你的成交與否跟 廣告 其實只是 部分關係 就是 並不是 投廣告就一定會成交啦 可是 廣告只是一個什麼 廣告只是一個 一個 宣傳的方法 傳播資訊的方法 我們拉回來 所以你會發現 到一件事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 就是 大致上你的廣告 投放 隨著金額變大 那一定怎麼樣 一定成效會 慢慢降低 那這沒關係 反正 終究有賺就好了 降到什麼時候 你會覺得不OK 就是 快沒賺 快沒賺 所以不管你是投 AB廣告 或是投 Google廣告 你會發現它都會一個 天花板 甚至你今天找一個 網紅 幫你做代言 那他也會有他的天花板 為什麼 總會有不喜歡他的嘛 總會有不喜歡他的嘛 對不對 例如說你講 像金城武 對不對 也有可能有人不 不喜歡金城武啊 對不對 那林志玲 那有些人 也有可能有一些人 怎麼樣 不是有可能啊 就一定有些人 那不喜歡他那個風格 所以 如果你今天在 投放網絡廣告 然後 隨著金額的加大 你覺得成效往下降了 那這時候是正常的 那降到 降到你覺得 那個 投報率不太OK的時候 那這時候大概怎麼樣 大概那就是你的天花板 那 接下來你要怎麼辦 接下來你就只好 不是只好啦 本來就要這樣做 接下來呢 如果你有利器 還有資金 那你就可以去找別的方法 可以去找別的方法 什麼叫別的方法 例如說我們走傳統啊 廣播可不可以 可以啊 然後請那個 請那個podcast 幫我們做 那個業配可不可以 可以啊 沒有說不可以啊 試過才知道嘛 成效好不好嘛 對不對 或是路邊貼海報可不可以 可以啊 也沒有人說不行啊 也就是說你 你的 這個方式已經把它發 已經把它發展到 極致的時候 那 你想要在 往上突破 那就要借 借助別的 別的那個 方法了 借助別的方法 那第二個 為什麼鼓勵 大家千萬不要用 說哈 這樣的字 就是要嘛 你就是 那個 一個比例加上去 就廣告費啦 就一個比例加上去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你的 競爭對手 明天會出什麼招啊 雖然你今天的廣告 表現效果不錯 可是你明天的對手 如果推了什麼新品 或是怎麼樣 或者是他 弄了什麼折扣 那一定會影響到你的業績嘛 對不對 又或者是明天有沒有 可能發生什麼事件 有啊有可能啊 怎麼不可能 例如說你今天廣告表現得很好 對不對 然後明天開始發現怎麼樣 發現 武漢封城 這下好了 會不會影響你的什麼 會不會影響你的行業 可能啊 因為 假設你是 飯店行業 開始怎麼樣 開始就有人會退訂啊 開始就 有些人本來要訂的就不敢訂 訂了就退訂 對不對 所以永遠都有風險 永遠都有風險 其實這跟投資很像 這跟投資很像 對不對 那 如果你今天我們 我們舉那個什麼 最 最無害的 對不對 最無害 定存 定存 你把錢存在銀行 有沒有風險 有啦 對不對 可是風險很小啦 這風險就是 除非那個什麼 除非那個 除非那個政權 改朝換代 有沒有以前那個 老一輩會跟你講說什麼 舊的台幣4萬塊 換新的台幣 一塊錢 4萬換一塊 有這樣的歷史事件發生嗎 對不對 或者是 那個 慢慢的 溫水煮青花 你的錢慢慢變薄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 通貨膨脹 對不對 那中心一點點 你去買那個什麼 買公債 買公債 對不對 就是政府怎麼樣 政府跟你借錢啊 然後那個利率都會比什麼 比 定存好很多 像現在定存的話要超過1%不容易了 可是像公債的話大部分可以來到3%5% 對不對 有沒有風險 有啊也有風險啊 就是如果這政府倒掉了 對不對 只是那機率比較低啊 再講 股票 對不對 你覺得 中華電信會不會倒掉 不知道 但是 跟小家的企業比起來應該機率比較低 台積電會不會倒掉 你也有可能 但是應該不會在明天吧 應該不會在明天吧 不會那麼衰吧 沒錯吧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抱持的那種 說哈的 心情的話 什麼叫說哈心情 例如說你今天就是 把全部身家 壓在一檔股票 或全部身家拿去買 債券 對不對 其實都會有一些 都會有一些 那個 太 太 太賭運氣 估注一指 估注一指 所以你會發現 大部分你在投放網路廣告 其實跟你在投資很像 你千萬不要全部壓在一檔 除非你要變成 那個 電影的主角 好 那 我相信真的有這種劇情 我相信真的有這種劇情 就是有那種天選之人 好 可是我覺得 我不會那麼幸運 就我啦 不知道可能你的 那個自信心爆 爆棚啊 對不對 我覺得 我應該不是那種天選之人 好 所以至少怎麼樣 我們就去做那種 10個人大概 5 6個人可以做到的事 會比較怎麼樣 會比較 成功機率高一點 就像從小到大 及格是60分 對不對 那 假設這個考卷 真的 出的非常的 那個 有鑑別度 那應該班上的人 怎麼樣 班上的人應該 大部分 只要有讀書 就會 就會過60嘛 對不對 那你沒讀書 就會被掛掉了 就會被掛掉了 所以 大致上 大致上 你在投放 網絡廣告 其實不是投放網絡廣告 我們拉回來 最近 看了一本書 還蠻妙的 你有空可以去 找來看 沒有特推啦 沒有特別推 只是說 蠻有趣的 在講 在講那個 趨勢的 在講趨勢的 那個書名叫 洞見趨勢 察覺別人忽略的細節 那我會把那個完整書名貼在 那個 音頻的 附件裡面 他的那個作者是 羅希特巴加瓦 他好像每年都會出 這本書的改版 那裡面就有提到一個很有趣的 現在行銷人員不喜歡人家叫他行銷人員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 不是只有負責 行銷 他現在行銷人員呢 比較像 全部東西都包了 也要做市場調查 也要選品 也要去挑產品 或是企劃產品 然後也要投廣告 然後也要設計活動 然後 還要包貨 如果說真的 真的 人手不夠的話 大致上 你在做 銷售相關的工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不要把它 全部壓在 某一個方法上 哪怕你覺得那個方法很好用 哪怕你覺得那個方法很好用 OK 所以拉回來 大部分 大部分 你在 你在玩那個網路廣告的話 一定會發生那種 機能慢慢加大 成效會慢慢降低 那 你要注意去抓那個 比例 就大概到哪邊是你的天花板 這個沒有一個絕對公式 這個沒有絕對公式 就是你們家 天花板到哪邊 跟別人家絕對不會是一樣 到的時候呢 記得用 別的方法 用別的方法 去刺激一下 這個銷售量 那千萬不要做那件事 叫做 廣告金額 廣告這個月的廣告預算 或是這半年的廣告預算 全部把它 壓在 未來三天 或 未來一個禮拜 那有些人可能會講說 不對啊 我們廣告不是要怎麼樣 廣告不是 至少要給 因為 如果你是那個 商學院的 你可能就會打槍我說 廣告裡面不是有一個 叫三打理論嗎 就廣告至少要讓 這些人看到三次他才有印象啊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舊理論的 現在搞不好 不止三次 可能至少要六次 就你的廣告至少要給這些人看到六次 他才會有印象 是的沒錯 是的沒錯 可能會有這種狀況 可是 你的廣告預算 除非是 過低 什麼叫過低 例如說你每天才下個五十塊 每天才下個一百塊 否則你正常每天 五六百 或是每天一兩千 現在下 的話 那大致上應該 你的目標客人 你的目標族群 你的TA 應該都看得到你的廣告 在一個禮拜之內 應該都至少看到你的廣告三四次跑不掉 所以不要那個 聽話聽一半 就不要去斷章取義 你要懂得去思考說OK我的廣告就是讓這些人怎麼樣 至少要看 足量 那這個足量 至少是讓 讓他們看到兩 兩次不為過吧 因為看一次就感覺真的 除非你的 素材做得非常好 對不對 那 至少 至少 讓這些人看到兩三次 那可是如果表現得不錯呢 你的預算應該是 每天 每天抓個比例 例如說一成兩成 把它加上去 就加碼 我剛剛就跟你講過嘛 就跟買股票很像嘛 你看好這檔股票 那你就是在他低點的時候 那分段買進嘛 什麼叫分段買進 可能就是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買一檔 下個禮拜再買一檔 那下下 下禮拜看不錯就再買一檔 你才不會怎麼樣 買到那個 最貴的高價 就最高的高田 對不對 那一樣嘛 一樣嘛 好 那你如果一口氣就 再投放廣告 金額就把它 那個 亂 亂設一個倍數 往上加 好那其實 我覺得很吃運氣 好很吃運氣 那有沒有人會這樣就成功 對不對 然後 營收就馬上翻倍 好我相信有 我相信有 就久久總會出現一些 那個 那個 勵志的英雄故事嘛 可是我相信不會是怎麼樣 不會永遠發生在 我身上 好我啦 我謙虛一點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那麼有信心 好每次都發生在你身上 好那如果我們那個 低調一點 低調一點 那至少 就不要這樣做 好 那你才會有怎麼樣 你才會有 籌碼 你才會有資源 再去打仗 好否則你的對手最近出什麼招 你就怎麼樣 你就沒有子彈 可以跟他再打 OK 好 好 那 這禮拜就跟大家 聊到這邊 好 剛剛那一本 洞見趨勢 那個 只是稍微提到啦 沒有特別推啦 就 就 不是非看必可的書 好 可是寫的也不錯 寫的也不錯 有一本必推 也有上排行榜很久了 有一本必推 我們今天快結束就來聊這本 不是聊這本 就推這本 沒有業配 叫原子習慣 這本書叫原子習慣 好 他主要是要跟你講說 那你怎麼樣 透過去 改變很多 那個 小的習慣 然後 慢慢的 培養自己 怎麼樣 培養自己 會有一個 好的 循環 簡單講就是 怎麼樣慢慢的去改正你的好 慢慢的去培養一個好習慣出來 所以這本書寫得很不錯 它裡面很多 很生動的範例跟很切衷核心的 的那個 觀念 所以叫原子習慣 有上排行榜很久了 所以你如果沒看過這本書的話就特推 那剛剛那個洞見趨勢就 還OK 5顆星的話就大概是3.8顆星 如果原子習慣大概4.8 好不好 4.8 因為打5顆可能有點太假 4.8 好那我們這禮拜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OK 那下禮拜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